今天的珠海 我们可以在这个荣宏的博物馆里 通过博物馆的文献历史的展出 回望荣宏 为近代中国 为中美文化教育交流 所做出的那些历史往事 我姓钱 钱教宗 我今年82岁 我叫杨毅 是一个中国江西人 然后我是1992年 来到珠海这座城市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李卓兴 是一位来自荣宏书院的八年级学生 这个珍贤学校呢 是那个中国留学生之父荣宏筹办的 1945年呢 我七岁的时候 就在这里读书 我到1952年呢 在这里毕业 就离开这里 这个学校 要求是很严格 我们同学之间 中国的学生呢 这是很好的 我们下沙流阔以后 在这里追逐啊 这里啊 喂 喂 有一个同学追我啊 这里撞到啊 你看 喂 撞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痕子 你看啊 是不是有个痕子啊 啊 哈哈 以前呢 这里有一个中 我呢 以前那个同 以前有中国童子军啊 我是童子军一个小队长 都在这里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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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撞港 它在发你啊 发你啊 这样发的啊 这样发的啊 这样发你啊 这样啊 这样发你 不叫你起来呢 你就永远在这里 哇 那个痕 以前呢 以前这里啊 我在这里四年级的面书 是不是 对这个 这个是 现在都改变了 变成那个博物馆了 现在变成博物馆了 现在变成博物馆了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开始寻访容红和她的流媒幼童这段历史往事 那么在这个二十一年 说短暂也短暂 说漫长也漫长啊 那么在这二十一年的时间里 呃 从一个人 也就是容红 呃 和她身上的事 也就是她是中国的第一个近代留学生 感悟她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 使中国日期文明以富强之境的那种远大梦想 为中国富强而奋斗终生的这段往事 对我来说记忆深刻 1847年 19岁的容红 从在布朗牧师的代理下 开始远赴美国 踏上了她的留学生涯 里居美国七年的容红 日后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文学士学位 在她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之际 她给很多同学写下了留言 其中有一条就是大忍者不是其赤子之心 那么1854年的容红 在毕业之后 带着她的那颗赤子之心 回到了中国 那么在她所有的人生的这种 她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晚清的时候 送了120个孩子到美国去留学 还有用她的名字 创办了一所容红学校 当然也有当年她出资500两百银 创办的真贤学校 就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真贤学校 其实是在旧真贤学校的基础上 一脉相承地延续过来的 好 那么此时的她呢 就深刻地感悟到 中国当时都是以儒家科技技术的方式 在办着中国比较传统的教育 缺乏和西方新式教育对接的一种文化 一是她率先拿出了500两银子 号召自己的族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在1871年办起了中国最早的 以西方新式教育对接的一所学校 真贤社学 那么也就是可以说 这所学校从187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而原来的这个学校呢 是在马路对面的旧真贤学校里来办的 好 那么2007年 就是政府为了弘扬和推广融洪的留学文化 那么这里的学生呢 就是学着以西方文化对接的一些新式现代教育的课程 当然也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我们学校的课程呢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学校除了有尚规的比数意涨 证实地生,还有国学,心理,社团,选修等等课 我觉得柔红书院与我而言呢 就是一个成长自己,成就自己的地方 我相信这个和柔红先生是留学生之父有一定的关系吧 我们学校还有非常丰富的选修课和社团课 这些也丰富了我们的课外生活,也培养了我们的心情爱好 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看书的,阅读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 然后像我就和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社团比较时光抒发 我觉得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呢 就是午餐后的午休 我们可以回到宿舍,然后睡一个小时的觉 看完这四节课呢,大约5.20左右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大约闲两个小时多的作业 我们学校的校训呢,就是有容乃大 It means have an open mind, have the world 我觉得容对于每一个容红学子或者是教师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呢,老师会教导我们同学互相鼓励,互相进步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容乃大容赐的一个体现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